这个金川文汇啊 把这个北京国安队给赢了 我说实话 他赢的并不怎么光彩 很不公平 他这个队伍里头 不应该有一个体育老师 这是实话 我建议就这个人以后回去 就回去上教学 就上教数学 让他没工除了 能发生这事吗 要不让你笑话 从集点里边可以看出来啊 他们这支队伍 并不像说这个大家 这个认知当中的 说是一个线队 第一 他已经成立了一年零三个月了 就从时间上来看 这就是一个有历史底蕴的一个球队 第二件事 就这个线队 他是在丝绸之路上 他们那块交通发达呀 他那块的经济发达呀 他那块的资金雄厚啊 第三件事情 就是这个俱乐部的老板 他是个文具店里的老板 你可想而知 文具店的老板那有钱呢 人家差钱吗 注册当时那个资金 你觉得多少钱吗 三万呢 三万 这一次就出来踢球 给补助五千 赞助五千呢 所以我感觉 国安队他输的 不是说输在球上了 他输在资本上了 再一个你要分析 他们这个球员 当时报名的时候 是不是说数学老师 为什么最后赶成体育的呢 怎么踢啊 心理压力一几下就上来了 那送外卖的跑多快 谁能碾上的啊 还有那四一 都是他除了拉活的 哪个不会飘移啊 最可气 他整个厨子 还是做牛肉面的 做多好事啊 你说把他们搭到一起 你就现在 你就说就找这些专业型球队 谁能踢过他们 定扯淡 再一个大家说 从表面上看 说是在主场 其实真正的主场 根本就不是在这 专业队的主场 你要在饭桌上 喝酒能有几个能赢 你要在牌桌上 你就跟他打牌 你有几个能赢 你就是给他一张床 他都不一定能输 完了你整带球场 踢球 这是最弱的一项 以后业余队 踢球的这一块 就得专业的把关 要不你就平均年龄70 要不你平均年龄 就不能超过9岁 但凡有一个体育梦的 我告诉你 就进这里头都不跟他踢 还有人问说 跟残疾人踢球 你说能不能赢 那也不一定 你看他是没啥吧 你要是说这个 没腿的话他能赢 你要是说没胳膊 那就不一定 这件事情之后 要严格的查处 相关的负责人 吊销这种啊 业余球队的营业执照 让他们五年时间之内 必须进赛 不允许再跟职业队踢球 严厉打击这种歪风邪气 坚决维护体育赛事的公平性 净化国内足弹的环境 尤其一些球盲 还有一下机管 不懂什么事 京船队服务给这个京船队 我跟你说这是个偶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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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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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